皮卡丘 皮卡丘吗? 是啊 那等一下 那你的皮卡丘要不要张尾巴? 要不要张尾巴? 皮卡丘闪电的尾巴 有没有 都闪电的尾巴 他是气球街头艺人刘旋诚 手艺高超 小朋友要了卡通玩偶 他没几下就变出来了 有没有很开心 好开心 有没有喜欢? 有吗? 你要帮我投吗? 谢谢 谢谢 坐着轮椅的他 大学毕业后靠着折气球为生 生意最旺时月入超过10万 16岁因先天性心脏病开刀 但后续身体却出现重大病变 没有好好的休养 然后就因为 以为是肠胃炎 然后就误诊 然后最后送到急诊室的时候 心跳就停止 然后总共救了三个小时之后 救回来就做轮 就脊椎损伤 陈抱怨自己为什么那么倒霉 但很快点不再难过 然后大学就是辗转了 本来是考到经济系 后来再转到支管系 然后之后也是想说 应该可以顺利的毕业 然后就业 然后没想到毕业之后才是另外一个挑战的开始 投了十几份履历都没有回应 好不容易有一回可以去应征 可是当我到他们楼下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有阶梯 我进不去 进不去的时候我就打电话问他说 诶 请问一下你们有斜坡吗 然后他就说 诶 你为什么需要斜坡 然后我就说 因为我是做轮椅 行动我们家不方便 然后他马上他就说 那我们没有欠人 接受职讯时他参加气球社团 直觉这个产业是可以赚钱的 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桃园的湖头山 跟老师一起折 然后后来是到那个台茂购物中心 也是跟老师一起折 后来我是自己考上那个台湾省街头艺人 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折气球 现在摆摊太太带楼君 则在一旁帮忙吹气球 两人合作默契十足 然后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啊 然后他就是很 就是他有很多自己的梦想跟理想 然后我也觉得说 他是一个就是很 就是会 就是执行力也够 然后也觉得会带给我很多欢乐 特别是我觉得 比亚就好像要带着我的梦想 要飞上去的感觉 就是觉得今天真的很快乐 大家好 我们是油球饼 动作室 欢迎来给我们按赞 给我们鼓励 给我们加油 谢谢 东西文综合报导